江峰眠忙去查看于紫渊的情况 随后将她交给江燕梨 黑着脸看向对面的几人 与温室一战 她将是损失惨重 美人身上都挂了不少伤 现在蓝室 蔑室趁着现在过来 若他们趁人之需 他们将是威仪 魏无羡如今记忆还未恢复 而她的修为较之前无不及而过之 前段时间更被封号为锦行军 可见蓝室当初为了魏无羡花了大价钱 但也不是她多想 就怕他们蓝室这段时间对魏无羡做了什么 误导魏无羡 以至于魏无羡对他们会是这么个态度 但魏无羡即使失去记忆 这些年的感情又岂是可以轻易抹除 而她也了解魏无羡 这孩子重情重义 就不可能对他们不管不顾 江峰眠道 阿英 你怎可对三娘子动手 不用魏无羡开口 蓝启仁就已经先冲了出去 蓝启仁道 老夫倒想问问 你哪只眼看见魏英出手了 还是你们僵尸的人都习惯把所有的错怪到魏英身上 是看他没爹没娘好欺负是吧 江峰眠一致 脸莫名有些烧 刚刚子殿确实是在半空中毁了 而他也未曾看到魏无羡出手 蓝先生 我将是光明磊落 怎会如此 聂怀桑眼珠子一转 拿着扇子在手心上一拍 原来如此 聂明掘刀一收 手就习惯性地往聂怀桑脑袋瓜子一拍 半途中转了个弯 打到聂怀桑肩上 就这脑袋还能用 要是打坏了就全没了 知道什么就说 别给我打马呼眼 聂怀桑亮呛一步 欲哭无泪 大哥 行了 快说 江宗主 怀桑佩服 江氏确实光明磊落 光明正大骂亡顾之人不讲口德 光明正大把所有过错推给魏兄 就连刚刚偷袭魏兄都是光明正大 江丰眠被一个小辈这么说 自然挂不下面子 尤其是偷袭二字 简直就是把他的脸面狠狠地踩在脚下 果然 这两家是有备而来 江雁黎皱着眉 对聂怀桑这番说法很是不认同 他阿娘只是在气头上 并不是真的想辱骂亡人 而阿县却实犯了错 阿娘才会罚他 管教弟子怎也错了 他实在想不通 他们怎会如此 看待他们僵士 更几次三番出言污蔑 就连阿县也被骗了 若阿县有记忆 肯定不会放任他们这样出言不逊 江雁离道 阿县 他们说的不是真的 阿爹阿娘不是这样的人 魏无羡看向蓝忘机 无声地询问 蓝忘机握住魏无羡的手 点点头 江雁离前世为他挡了一剑 对他也还算真心 但这份真到底有几分 便只有天之地知他之了 魏无羡道江姑娘 我与江氏没有任何关系 请唤我警行军 面对魏无羡现在不清不淡的态度 江雁离只觉得陌生 这不是那个跟在他身后 要连藕排骨汤喝的阿县 金子轩这些日子在江氏受得气 因为江雁离忍了下来 之前的传闻他以为是误传 现在看来十有八九是真的 莫名有些同情之前的魏无羡 他现在也能体会到寄人篱下的不意 好在阿历和其他人不一样 魏无羡对金子轩那奇怪的眼神 表示嫌弃还是他家蓝战好 江氏还是快点解决吧 他快被熏死了 比龟崽子不清醒时还要臭 魏无羡随便一个眼神 蓝忘机便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将之前准备好的香囊取出 带到魏无羡腰间 希望可以为他冲淡一些气息 魏无羡开心地笑了笑 纯净如质子 但一看到对面几人立马变脸 清衡君把魏无羡和蓝忘机的小动作尽收眼里 目光柔和 嘴角微微上扬 作为一个父亲 最期待的不是孩子的成就有多高 而是孩子一生能够顺遂无忧 江宗主 之前我蓝氏便说过 若江宗主无能 我蓝氏愿代为出面 如今看来 江宗主确实没有那个能力管教妻儿 如此 我蓝氏只能出手了 江丰眠铁青着脸 清衡君 我江氏到底是五大家族之一 你蓝氏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吧 魏无羡往清衡君身前一战 直视着江丰眠 似要把他看穿 那我如何 可有资格 若在场之人皆没资格与江氏对上 那他魏无羡便是最有资格的那人 云梦境内满是关于他父母的乌言慧语 其他爹娘无法替自己反驳 往他们身上泼了多少脏水 饶得他们无法安眠 而这源头便是莲花物 江丰眠道 阿英 这是我与蓝氏的事 你先到一边去 待事情解决后 我再与你解释清楚 魏无羡道 请教我警行君 魏无羡目光一寸一寸地冷下去 顾左右而言 他确实像忠辱一贯的风格 要知道和悉尼的游泳 只能把把事情搞得更糟更乱 江宗主 我阿爹在你江氏适合身份 江丰眠道 常则是我兄弟 三娘子只是一时气急才 魏无羡道 呵呵 魏无羡眼神愈发地冷冽 谁都不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既如此 便不必再浪费口舌了 话说的再多 他们也只会认为自己无错 错的永远是别人 前世是如此 今生亦是如此 江宗主 今后还是不要逢人就说 我阿爹是你兄弟 他无福消受 江丰眠 从未见过这样的魏无羡 如寒风般凛冽 入骨三分 让人胆颤心惊 阿英 魏无羡道 江宗主 好自为之 魏无羡召回随便 前世自动封建 只认他一人的伙伴 随便出窍 魏无羡耍了个漂亮的剑花 幻星振已不下 是生是死 就看他们能否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若不然 就在那个世界沉沦吧 幻星 幻化你心 无限扩大你的私欲 七情六欲 划分为六道 每道都是死路 根据你所有记忆出题 每一次的选择都决定你下一步的命运 往复循环 直至一指 消磨殆尽 那时方可解脱 落地欲 盼得过 随便回翘 魏无羡之道 前尘已斩 他在幻星阵给他们留下一生路 只是 很难 蓝湛 我们回家 蓝旺鸡道 好 一行人遇见回姑苏 而魏无羡靠着蓝旺鸡睡了过去 有他在 便是心智安楚 回到姑苏不过半日 就听闻江婉 淫偷钱回莲花屋 结果被温潮抓了个正着 被化取金蛋 扔入幻星阵中 江氏 所有的生路都被堵死了 蓝旺鸡看着累极的魏无羡 视线最终停留在他的丹田处 这里曾经生剖出金蛋 留下一条永不可愈合的疤痕 幻星阵 是他们二人共同创出的 魏英留下了生路 而他 留下了往复共情 每一次选择 都要承受前世 魏英所受之苦 甚至 他在其中一条道上 塑造了一个没有魏英的选择 魏英不在 他们又当如何 能和家欢乐吗 能逃出玄武洞吗 能逃过写洗莲花物吗 能打过摄日之争吗 能重建江氏吗 人总该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可尽管这样 他还是觉得便宜了江婉银 魏英 前程已断 今后许你无忧 纯真不染成垢